怎样知道我的奶水是否足够? 喂补母乳时,虽然不能看见宝宝吃了多少奶, 但可从各方面观察到他是否吃得足够。 宝宝吃得够时,他会表现出满足的样子。 除了最初两三天之外, 你的乳房在胃补后会叫之前柔软, 你亦可留意宝宝的排泄和体重情况。 出生后第一二天,最少会有一至两块尿布, 而小便是透明无色或淡黄色的。 第三四天,最少会有三块叫之前湿的尿布。 第五天起,宝宝每天最少会有五至六块的湿尿布, 即使每块约有三汤匙水的重量。 排便方面,第一天排出黑色或墨绿色的胎份。 在首五天内,从排出胎份转为排出黄色的大便。 满月前,宝宝每天最少排出两次大便。 在出生后的首数天, 很多宝宝会有轻微的生理性体重下降, 到大约一至两星期后便会恢复出生时的体重, 然后体重会稳步增长。 在出生首四个月, 体重每月最少增加半公斤。 若你对宝宝的排泄及体重增长情况有担心, 请尽早向母音健康院或其他医护人员查询。